嘿 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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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歡迎來到布蘭恩的世界 我是 Bryant 今天呢 要跟大家一次來開箱兩雙球鞋 那麼在我左邊的是 Off-White Jordan 2 然後在右手邊的是 Off-White Dunk The 50 那這兩雙鞋其實都不是最近剛推出的 但為什麼我想要開箱呢 其實這兩雙鞋是在 Virgil去世之前 我所入手的兩雙他設計的球鞋 然後很不幸的是我剛好入手的Jordan 2 代 大概兩三天之後他就去世了 那去世這件事情大家都非常難過 然後我之前也做過了一個他人生的一些里程碑的回顧 如果還沒看的朋友可以在這邊看一下 那首先我們先看一下右手邊的這雙 其實這雙Dunk The 50 它是一次出了50個顏色 然後每一個顏色呢都有編號 那最稀有的就是編號1跟編號50 一雙是淺色的一雙是黑色的 那兩雙的價格都是特別高的 喔 講到這個在售價格 其實在這邊想要跟大家聊一件事情 就是在 Virgil剛去世之後的幾個小時 甚至是當天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Off-White的球鞋 不管是早期除了Latentia Jordain 1代或是其他的Presto或什麼的 價格都馬上往上翻了很多倍 非常的誇張 球鞋大家是用來穿的 還是不要利用人家的死去賺這個錢 總會覺得心裡有點過意不去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冷靜一點 讓這些價格再回到正常 我知道一定會比他去世前還高 這是自然的 但還是讓真的想要入手 想要享受他作品的人 可以去享受到 The 50 當中他50雙鞋 比如說我現在手上的這雙是35 out of 50 他每一雙鞋這裡都會有一個編號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酷的設計 雖然遠遠看都是同樣的色系 但是雞皮的 我自己是覺得比較有質感 然後比較冬天的感覺 因為冬天可能會穿一些雞皮外套 或是雞皮面料的衣服 然後亮皮的 就是一般光滑皮的 就會比較像是夏天的時候 可以配短褲的穿搭 是我個人的直觀的想法 那我所挑選的這個顏色 是灰色的雞皮 加上酒紅色的這個袋子 在這50雙鞋當中 你會看到他有特別的鞋帶經過 那其實在Dunk上面加上這個 附加的鞋帶 不是他第一次這樣出現 Off-Rite所做的College Dunk的一個Pack 我之前有在我的頻道 跟小馬一起開箱過 那時候就有這個附加鞋帶了 那他這次又把這個元素帶回來了 然後這個鞋舌呢 這次開了Dunk 然後我挑選的是一個這個 有一點點粉橘色的感覺 他不是很飽和的橘色 然後包括裡面的這個內裡 粉橘色的這個吊扣 覺得整體搭起來的感覺 有一點秋冬感 但又加了一點亮色系 就比較亮眼 我覺得這個 這次這個The 50 就是給大家一個很多選擇的機會 因為裡面有用了 非常多不同顏色的撞色運用 很敢把兩個非常衝突的顏色裝在一起 然後讓他有那種很強烈的撞色的感覺 就導致這50雙鞋雖然都長得很像 但又都完全不一樣 然後你可以挑選自己最喜歡的顏色組合 然後這後面呢 有一個這個小小的皮的標籤 用銀色燙銀 在這邊有一排字 在鞋子內側的部分 就是off-white傳統 他會印上這個Nike Beaverton 1985年的這些字樣 但這次也是使用燙銀 他用燙銀的這個質感 然後配上雞皮 整個質感滿分 那講完了鞋子呢 來講一下鞋盒 這個鞋盒呢 就像剛剛的鞋舌上面有洞洞 這個看起來爛爛的有沒有 感覺快解體的感覺 這不是我用的 是他本來故意設計 就是用這樣 這樣非常粗獷的 上面有這個膠帶啊 然後就是讓人家覺得 好像未完成 或是剛從工廠拿出來的感覺 然後上面還用塗鴉式的方法 畫了這個Nike的logo在上面 覺得光是這個鞋盒的設計 就讓我覺得這次的聯名 是很有誠意 然後很多細節的 然後旁邊呢 這裡會有1到50的數字在這邊 然後你是哪一雙 像我是35號 35號就會打勾 是一個蠻有趣的鞋盒 那這個Dunk真的有非常多的選擇 然後也因為一次出了量蠻大的 所以說他的金額價格 也沒有炒到非常的離譜 那這個在台灣本身呢 其實是沒有發售的 他是在美國各個州 每個州大家都可以去投籤 然後投到的這個 號數都不同 就某一些區域 可能只會有 比如說1到10號 有些區域是11到20號 所以說你並不是在任何一州 都可以買到所有的 數字的鞋子 這是一個蠻有趣的發售的 效果跟缺頭 可惜我們在台灣 沒辦法享受到這個樂趣 好再來開箱我左手邊的 第二雙鞋 第二雙鞋呢 就是可以說是他的遺作 就是JORDAN 2代 JORDAN 2代 一直在JORDAN的歷史當中呢 可以算是一個 小小的污點 或是一個完全讓人遺忘的一雙鞋 JORDAN 2代 其實他本來的初衷呢 是要做一雙非常有質感 然後像是意大利名鞋 精品鞋子的概念的一雙鞋 所以說他捨棄了這個 很大的Nike的勾勾 然後也讓整雙鞋上面的 Branding 變得很少 只剩下這個鞋舌上的 Air Jordan的Logo 然後再用非常好的 質料的皮革去做設計 然後整雙做起來 就是比較像是 精品會做的鞋子的樣子 但是呢 Nike 他們這次的策略就錯誤了 鞋子出來之後 並沒有受到大家的好評 大家反而覺得 這雙鞋跟JORDAN 1代 比起來差太多了吧 真的不是太好看 所以說這雙鞋就慢慢的被遺忘了 常常復刻的時候 都會進Outlet 或是甚至都沒有人買 所以Nike 也知道這一點 所以在這個 最原始的JORDAN 2代出之後 其實他們復刻的次數 也真的不是很多 然後當中出過 比較令人印象深刻的 JORDAN 2代 也只有跟孤兒院 所做的一個聯名系列 Dawn Beckert 是稍微大家比較有矚目 然後比較會喜歡的 但是實際上也很少看到 那雙鞋真的看到 有人上腳去拍穿搭 甚至拿出來分享 都還是非常少的 所以就這一點而言 你就可以知道 JORDAN 2代 在JORDAN的歷史當中 真的是非常不熱門的 所以說 在消息出來 VIRGIO ALBO 決定使用JORDAN 2代 為一個藍本 去做全新的設計的時候 我自己心裡是覺得 哇 這一個人就是 真的非常喜歡挑戰 他想要把一個 已經大概死掉的一個鞋型 讓他起死回生 那我覺得如果 有一個人能做到 那也就是只有VIRGIO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真的是蠻佩服他的 那他其實有兩個顏色 有這個經典的紅黑配色 還有另外一個顏色 就是黑色配上 一些鮮豔的藍色的兩個顏色 那我自己是偏愛這雙 因為我很喜歡 這個經典的紅白配色 而且 我覺得黑色的鞋 有點太黑了 我自己不太喜歡 整雙鞋都黑 然後連中裡都是黑的鞋 我覺得穿起來會覺得 整個分量太重 那現在來講講這雙鞋子的一些小細節 其實Jordian 2 代的型 本來應該是比較窄的 很多人都會戲成 很像保齡球鞋 但是呢 VIRGIO 應該是稍微的把這雙鞋 稍微拓寬了一點點 在這個鞋子的兩側的部分 稍微拓寬了一點 所以就比較符合現在鞋子大的審美 像大家喜歡老爹鞋 喜歡比較寬的鞋子 像DUNF這樣比較寬的鞋子 所以他稍微拓寬了一點點 在視覺上整體的比例就不一樣 看上去就順眼很多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天才的設計 就是稍微動一點點 你好像覺得沒有什麼改變 但其實改變很大 那接下來第二點呢 就是VIRGIO ALBO 它非常經典的這個 裡面內裡裸露的設計 他很喜歡做這些未完成的感覺 所以他一樣這裡沒有做封邊 你可以直接摸得到裡面的泡棉 就是在它很多鞋子上 包括剛剛這個DUNF的鞋舌 或是以前的Jordian 1 代 都有出現過的一個元素 可以增加它的原始感 它這邊放上了這個 Michael Jordan 的簽名在這邊 這個一放上去就會覺得 哇我好像穿了一雙簽名球鞋 對我自己來說是加滿多分的 而且它做得滿好的 因為這個簽名上面呢 有一些剝落的感覺 就好像真的是那個馬克筆 快沒水了 然後這樣簽上去 就有很有真實感 那VIRGIO ALBO 為了要因應現在大家喜歡 這種復古舊鞋或是老鞋的 一個蜂巢 它直接把棕裡就做成這種舊舊的米黃色 然後還加入了這個斑駁感 它用透明加上米白色的漆 去做一個均裂的呈現 因為像我自己很喜歡老鞋的感覺 但不太敢真的去買人家穿過的老鞋 再自己來穿 所以說像這樣做出來就老老的新鞋 是深得我意 它這個鞋盒設計就是有這個透明的殼 然後加上上面有打洞 還有附了米色跟紅色的鞋帶 我自己個人覺得 米色或紅色放上去都會蠻好看的 而且這個紅色不是正紅色 是有一點做舊的 很像紅色的鞋帶退色之後 所會產生的顏色 所以它包括鞋帶的部分 不管是米白或是紅色 都有給你做舊感 所以你把鞋帶放上去的時候 也不會違和 不會覺得鞋帶欣欣的 鞋子舊舊的感覺 好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為止結束了 其實從好幾年前 從VIRGIO第一次跟NIKE 開始出The 10系列的時候 我就已經非常喜歡它的設計 然後就開始支持它 入手了蠻多雙 Off-White聯名的鞋子 那我也很有幸 可以收藏到它這麼多的球型 然後我也很喜歡它的品牌 Off-White 像我今天也特別準備了 Off-White T-shirt 來錄這個影片 還有它所設計的這個 LV的項鍊 那你們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訴我一下 你們手上有什麼 Off-White跟NIKE聯名的鞋子 或是你們之後 會想要入手哪一雙 還有我今天開箱的這兩雙鞋 你們覺得如何 那謝謝你們大家的收看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